非常具有特色的桂林北站 Hello 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广西的桂林 这里是桂林北站 今天是我环游中国火车站的第17站 下面呢 我带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 关于这个桂林北站的这个历史 大家看见没 桂林北站的造型非常的独特 它呢 是采用的鼓楼的这个造型 将当地的一个文化特色呢 展现个我们这些游客 截至目前呢 它的规模是10万平方米 在广西是排名第三的高铁站 排在第一的是南陵东站 建筑面积是26万平方米 第二则是纽州站 建筑面积11.4万平方米 先环绕一下周边的整体情况 现在看到的桂林北站也是重新扩建之后 于2014年12月10日正式运行的 历史于中国南陵局集团有限公司 管辖的一个特等站 同时也是中国八红八重高铁树柳站之一 对面是宏大广场 楼层并不是特别的高 可想桂林是一个比较低调的城市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旅游业比较发达 限制了楼盘的高度吧 刚刚说了这个八重八横 可能有朋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简单的概括 其实它就是我国目前短期做的一个高铁线路规划 八重的话主要是南北走向八条 分别是大壁高铁 金户县 金港县 金哈县 哈港澳县 忽兰 高海 和南管县 八横的话则是指东西县的八条 大家来桂林北站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帐房的上面有 37个英文字母的 它这个帐房都是左右对称的 左边则是用撞文来书写的 其实也就是桂林北站的意思 右边则是简单的英文字母 可想当地的文化还是特别深厚的 很多的人都不太明白这37个字母到底是什么情况 特别是左边的 那几个撰文写的 火车站最能代表一个城市的历史 但与此同时呢也留下了不少人的回忆 因为很多的人是见证了一次又一次的改进 很多的人呢也是仅此一次到此一游 又或者还有一种离别的寄托情感吧 下面我们走到这个收票处 给大家来看一看整体的规划 近来是非常的大气的 这个高铁站它也是隶属于中国南宁局 集团有限公司管辖的一个特顿站 站台的规模9台18线 比柳州站多了7个线路 桂林北站确实霸气啊 它也是香桂高铁和桂广高铁的中间站 站房的内侧我就不给大家进去拍摄了 因为我之前有拍摄过 值得一提的就是桂林的米粉真的是不仅便宜 而且很好吃 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真的可以来尝试一下 这边这个方向就是公交车站台了 我给大家也拍个路线 好 这个视频呢 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感谢大家对于我一路来的支持和鼓励 感谢大家